我們就是先從第十題開始 那我要到前面還是我在這裡講 蛤? 我要到前面再 沒有沒有沒有做就好 做就好 OK然後對第十題大概就是在說 就是這些表文規則 他到底就是對這個case 他就是可行性怎麼樣 然後能不能被這個case所接受 然後他有兩個int 第一個int是他的使用的容易度 就是他容不容易使用 然後還有他的這些規則 還有他的就是所謂花費的這些錢 他是不是可行的 然後還有第二個int是 以臨床的觀點來看這些是不是合理的 然後下一頁謝謝 好 然後就是不好意思我沒有畫 重點讓我直接用嘴巴講 然後所以我們看到就是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裡面 然後他有寫說就是 which might not be cause effect in real world clinical settings 所以他就是說這些指標 他雖然就是前面的數據 測出來是算非常的準 但是因為他要採集就是非常多的那些人體身體的 也不管是一些生化的一些指標還是一些病徵 一些像血壓這些的測量 那所以他要採集非常多的數據 所以他在時間成本上還有就是金錢成本上 可能不是這麼的符合的符合現實 然後他後面也有說在下面幾句也有說就是 for studies that evaluate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the developed models and predictors are required 所以我覺得認為這題的答案是can tell這樣子 謝謝 好跟tail太客氣了 應該不行就是不行對不對 因為他有講這個cost 你要這麼多東西 然後好像又還沒有如果站在後面 但這一題是說acceptable 那所以你可能當然要有臨床的觀點 臨床觀點大概就是說抽越少的血越好 你抽一堆血才能做決定的話很難 那無獨有耳 最近其實我們也有一個碩士生 我們就是他是醫院的醫師了 他就看這一篇來拿去當他的報告 他們有一個要到那個場域去見識 他看了之後就來說 這個你們有沒有要落地啊 要拿去真的應用到臨床 好那我們回答當然是跟這個回答一樣 還很保守 因為樣本數還小 好準確性還不夠 而且要抽那麼多血 花費還有點太多 那個SGD那個sustainability 現在永續這件事情 不是講講而已 是說真的我們在發展的時候 要想一下 但有些時候寫論文是為了要晉升啊 幹嘛的啦 可能難免還是會有一些 會覺得說為了研究而研究 可是到後來可能就要去思考說 他到底這個是不是能夠真的用到現實世界 OK 好那最後一題大概是這樣 好那接下來就是最刺激的我們要那個 挑著報告的時段 這個可以直接不能寫號碼 好就回到第一題 因為這個我還沒有決定啦 但是下禮拜我們怎麼進行 我們上次那個組別的是寫在哪裡 群組嗎 的Note 沒有 我再重新 好啊還是你把它放到Note 好 好 我先用我上面的名單 我今天 因為我覺得這些題目有些前面後面相關 所以你如果只有知道那一題 可能你沒辦法幫後面的同學來看 好 那 我照我上面的名字來看 所以 我們現在有幾個人 現在有 十一個嗎 十一個 十一個 好中間可能有一題可以挑兩個人回答 我們現在在場有幾個人 就在場有十一個嗎 對 這就是一個 好我用我上面的名單來看 第一個是 反正你們還是可以去看名字 那我等一下不一定從上面順序挑 反正也沒辦法準備了 就寫這樣 第一題是找 資疑 資疑 來我看 那Section A 然後呢 第一題 第一題 來 然後第三個是 就是 他的預測給國是不是 合理的 就是他的死亡 嗯哼 那前面這一句呢 relevant 你剛才 因為死亡已經講到後面了嘛 所以我要確定你 你們大概 因為這個提示的問題至今很少了 好大家大概知道什麼是 relevant 什麼叫 outcome is relevant 別人可以幫他如果你真的 那什麼叫outcome是相關的 對 對 他現在講說臨床是不是合理的嘛 嗯 所以我們講說死亡來講好了 那如果說這幾個禮拜我應該要講過 如果說是一年的死亡有點遠對不對 那像癌症怎麼看五年啊 因為癌症會跟你很久啊 嗯 那你得了一個新冠你不會到明年說我死了 怪他啊對不對 但剛開始新冠大家會怪很多嘛 說我腦悟了 我成績考不好可以灌新冠感染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怪說我跟我老婆吵架也是 新冠害我情緒變化 所以這是relevant的意思啊 可能 可能要有一些還是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你要有一些臨床上或的生物說 醫學上面的背景知識你才能回答這一題 所以可能 嗯 二年級很比較難 甚至我們還有一年級同學 但是意思就是說未來等你到臨床之後 不要忘記說哦 看那個研究很厲害啊 等什麼期刊 這樣你就相信他 有時候要想一下 這樣子 好 那裡面的hinx 來試一下 試一下 有接受 嗯 所以那你看第一題他要問的是這個病人 是不是清楚定義 所以你要勇敢的說是不是或者是 unclear 是齁你的答案是是 然後我要跟你確定一下這個這個病叫敗血症 不是壞血病 壞血病是什麼 這是維他命C deficiency 好 維他命C deficiency 不不不一樣的 很容易搞混 好 第二個呢 第二個 剛剛是講說他的variable有沒有清楚 呃 好 第二個也是在這邊說 好 好 好 沒關係 本來本來負責這一題也可以還是誰 其他可以幫忙沒關係 就是就是 就是 病就是上面列子的 那上面有些 這邊嗎 齁 因為他R the variables 那你是從 那你是從 上面這裡來嗎 對不對 所以病人的人口學 他的共病症 臨床的真相 他的症狀 實驗室的報告 還有一些跟敗血症相關的 新穎的生物標記都在裡面被選進去 好 所以這個答案 這一題應該是還算 有嗎 有清楚齁 好第三題呢 就是那個 outcome 所以是在這裡 那個 這個模型 這個做 一個 好的一刻 對 需要很多 數據 成本效率都好 所以我們要 20 不過這一題應該是 呃 我們現在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好像有點回答到 第10題的問題 relieve cause effective 回调到第十题 那他本来的hint在这里 只是说有没有定义清楚 所以他就是说 有病人有预测因子 有预测的outcome 那这个outcome 有没有被定义的清楚之外呢 是不是跟临床是有相关的 是不是合理的 所以其实 要不要这个答案改一下 因为下礼拜我们会拿来 跟大家来解答 所以第二题同学改一下好了 就是可能就直接去评估 那个mortality这个死亡的部分 你也不用在这里就评论说 是不是did a good job 因为这没有问这边 这个以后很好玩的是 或者说好玩 就是相关的事情会有 我们总是跟你们先讲一点临床 比如说临床 你遇到一个官司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有一个官司 最近才结案了 然后就法官裁定无罪 法官就裁定什么 他当开庭了吗 他还没有开庭 法官就裁定说 不能逞案的意思 我忘记那个term是什么 那在这个被告他提出来的时候 他就说 你没有发现这个病 我们那个病其实是一个 头痛发烧 可受流鼻水的病 他最后是脑膜炎 脑膜炎脑膜炎 他是一个很罕见 自体免疫脑膜炎脑炎 然后最后就半生不睡 下半生不睡 他就要提告 他提告完之后呢 那因为法官也不懂医学 他就会找 这个专家鉴定 那有一个 一测会就会有一个专家去鉴定 那专家问你的问题的时候就好 第一题 这个有没有被清楚的定义 那你是 去专家去判定的时候就 跟他说 这个病人是怎样就好了 不要 我们不会去回答说 这个病人哦 你看他那个抽血的时候抽了什么什么东西 长到别的 比较不会这样 这个是题外话了 就是我们在用这种 两表的时候 大概会有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想法 那所以第一题就是到这里 那第一题的同学 再稍微修改一下 第三个 好来第二题 第二题我们要找 我看我上面的名字是松轩好了 好来松轩试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就是在讲 他这个病患的 就是 就是 病患 就是选择病患的人是不是有包含 就是适当的族选 嗯哼 他的第一个片子是 就是这些病患被选择的方式是不是适当的 那 这边他第一个讲到的是 他是从 北台湾二三级教学医院急诊科选到的 那就是他这个分级的方式就是 就是越高级数额会是越就是处理越重症的病人 所以基本上二三体已经称是 就是病患数量的种类也够多了 那就可以拿来筛选说就是这个实验需要的 需要的症状的病人 那第二个也是就是他的 是他的是他的时间但他这个时间是从2014年2月到2017年9月赛选择 那他这边也有清楚说 然后第三个是他有透过 常跟人体试验能力委员会去评估说 这个实验是否符合实验能力 然后他也有让病患去签那个同事 所以这个就是在选择病患 这个方式的方面来说是适当 好那我要反过来问你们 你们觉得第三题是 帮助这个族群是加分还是扣分 你刚刚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这几次可能不见得有补充到 你病人要签同意书吗 他同意才能加入吗 不同意呢 就不能加入这当然了 这是要符合伦理的 但是就加了一个麻烦 他不同意的话 那这些就跟以后的病人可能不一样 那什么样的病人可能比较不会同意 什么样的可能都有 比如说 高知识分子说我不要做白老鼠 搞不好那也有可能反过来 像我的舅舅他就去 得了肺腺癌之后呢 跑去参加临床试验 他是个律师 我说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很特别 他说呢因为他在台大看病 台大的医生其实 也不是说台大医生 眼睛就长在头上是他讲话 不是我讲 我的解读是因为 台大的医生比较忙着要看那些看不懂的病 我以前有一对学长姐就是这样 他们Best Intern后来不留台大 决定回到我是中山毕业 回去中山做 就走内科 因为他们觉得 先生们没有花时间去照顾好每个病人 因为他们都很想要把不会的东西看会 就是有那种研究精神 那理论上你有这种精神 知道这个医院是这样情况的人 你还去给他看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怎么还说医生的眼睛长在头上呢 医生就是觉得你就太简单啊 就应该这样治疗啊等等的 反正就是台湾的生态造成说 我们没有任何的分级 台大先生你只要挂得进去 你们都知道那个现在可以那个网路上 可以买得到那个加挂单嘛 对不对 挂不进去人家帮你挂好了 然后换你的名字什么之类 你就可以去看病 那还要卖钱呢 可能一张好像什么三千块几千块这样 就是为了挂一个名医的号 所以呢 我的舅舅就跑去参加人家的理床试验 为的是什么 他说哦 那个医生马上就不一样 照三餐来看我 你今天怎么样啊 住院中间说你这个打这个试验的药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还要评估对不对 用这个我们刚刚用现在用量表去看这个研究 他用量表去评估病人 所以他就觉得很开心 那但是回到就是现实世界到底什么样的病人 是这样子的主群 我们就会不知道 所以这个点其实是可以拿来讲说是扣分的 对他他因为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不见得比那个一下子洒下去 比如说有些地方就说我今天主管决定 我从今天开始做这个事 然后做一个月就好 就全部的人都抽血 那就很那种族群就很完美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可以嘴自己一下 如果这个要签同意书的就会比较 他是要把就是没有 就是他问过所有人 没有没有同意书的数量打上去 这是一种方法 就虽然我们后来也会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这些人跟另外一群人不一样 会这样做 比较严谨的时候是这样 做得到的时候 但是回到整理事件委员会说 他不同意你可以留他的名字吗 这就是一个问号 为了行政的关系 所以我必须要把他稍微名单留下来 他不同意了我才知道是谁 不然这个人不同意 我下个注尼去问他不行 所以有些很多是相对是还可以再讨论的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讨论研究伦理 对就是反正这题可以补充到这里 第二个是 这个 就是这个族群的病患 就是有被清楚的表现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他筛选的那个资格吧 那他合格的筛选资格是他需要经过静脉抗生素治疗的急性感染的病患才能被筛选出去 那不合格的就是有第一个就是转员 然后第二个是过去两周内有因为传染病然后出院 那第三个是接受不明抗生素 然后也是就是在不知道什么时间接受不明的抗生素这场也不行 然后第四个是24小时内有有书写的 然后第五个是12个小时内有经过洗射 那这边他都是把不合格的就是右边这边都排除掉 然后他就是留下只有左边那个 那可是就是上次还有讲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时间采用的是PROB 然后就有一个问题会是说就是他这个样本在要送往那个评估委员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时间是就是可能是没办法估计的所以是有一个应用 好谢谢 所以Hint 1跟2一个是选一个是代表 所以选反而比较像Hint 2的这个对不对 这个都是Spectrum 不反正拉回来他都是Question 2 但是一个是有点像选的时候怎么选 那这个可能是病人自己选对不对 因为病人选说我要不要进到这个研究也是一样好 选病人 那这个有点是我们选病人 那总之呢其实讲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没有关系 不是说一定要像我刚刚讲的为了要干嘛 法官要公访啊律师什么 那我很清楚是还好 因为这两个都是暗示的问题 Hint 好那个叫代表啦 represent 他是有代表 足够代表意义 比如说这两天又是很红要讲全民调吧 你们有没有在关心 还是没有今年太冷 全民调又被马英九还有韩国瑜拿出来说很好 那全民调有没有够的代表性 能不能说服每一个国民党党员和民众党党员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代表性问题 所以这是你选的病人的族群 是不是能够代表这些败血症的病人 疑似败血症的病人 好第三题我看我的名字上是 议程 等一下 等一下试试看第三题 第三题的话 那问是什么 这个 我们根据这个模型所推出出来的规则 是否使用的 引起它的 确确 确确 是被一样影响 它的应换是什么 不只是从这个团体延伸出来的规则 也就是说从这个团体延伸出来的规则 不能只是有原本的团体 尤其在其他的族群上有相同的效果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族群 不只是原本的族群 在另外一个相似就是有稍微有点不同 那你就有稍微想不过 有必须有一样的 有效性 就是说这个validation这个字在这里 是一个动作了 就是它验证的这个过程 是要跟前面的族群是一样的 不是讲族群 是讲验证这件事情 因为主词在前面 我们在教英文 所以要读英文的时候 什么样很快的抓到重点 尤其你们现在 原本不是负责这一题 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 先把主词抓出来 主词叫validation 所以什么是similar 不是patient similar 是validation similar to the one used to derive it 对不起是我错了 a group of patients similar to the one used to derive it 是我错了 是病人是一样的 好 没事 没事 所以我再拉回来一下 我自己看错了 是病人是一样的 不是validation 叫做一样的 好 继续 好 继续 好 那从 疫情观来看的话 那个Santa对手工用了不同的 模型然后去 推算它的 BIMO ROC 在这个ROC之前讲 之前讲过 那是一样是用来推算这个模型的效果 然后在经过研究之后会发现 Lundon Forest这个模型是最有效果的 所以团队就用这个模型然后一样来预测在 我们的training 我们的training 跟testing training和validation是或者是derivation 它有derivation吗 可能没有 取得这里啊 derivation 和validation是比较传统的 在德性病学的Term是这样用 取得和验证 那后来就会变成是训练和验证 或者是有人只是讲说训练和测试 所以慢慢是进到的时候 比较AI的就会习惯叫训练和测试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两个跟前面是一样的 可能明天下礼拜要说明的同学要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你training和testing怎么来的 所以你可能要去把它那个里面 training和testing来的结下来 而不是这一段 所以要看说 这里现在是看不到 因为人数也看不到 然后我记得我们可能没有去比它的 两边的这个相似度 因为这边有相似度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要有一个 table是training testing 然后比起来 两边都是一样年纪一样性别一样的病 把他妈可搞不好抽起来是一样的 我忘记我们有没有您找一下 不知道是正晚还是在摘药 所以这一题同学可能要 要辛苦一点 你再把它修改一下 因为这个现在回答是有点跳离我们的hint 因为hint讲的是族群有没有一样 当然第一题是说要在不同的族群验证 看起来是有 第二题有没有一样 目前是没有 这个表是可以留了 但是这两个就是没有对到那边 还是在这里有 第二个hint 第二个hint 这里有稍微讲了一下 但是你们再找找看有没有附那个表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要给他写unclear 就不要客气 表示这个研究还可以写得更好 所以我刚把你这一题讲掉了 时间关系我们先继续 第四题我就找惠杰 第四题我就找惠杰 就是他们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们测试的变数 然后第二点就是 就是他们知不知道就是自己测试出来的结果 然后下一点 痾病患有没有知道 那第一个hint是说 people evaluating the outcome 所以是研究人员在评估outcome 比如说他是 对对对抓资料的 因为我们要看现在是死亡 然后 这是反过来吧 比如说做实验的人 他要去把这些biomarker做出来的 他知不知道这个病人死了活了 所以你可能这个也要猜一下 比如说做实验的时候病人死了没 会不会跟他讲说 因为我们实验室在长庚大学做 会不会有人告诉 这只血这个人已经死了 你要好好做 不然等一下就没有血可以用 应该是没有 因为我们都是先冰起来 用probe design 所以我们冰起来没有就没有 你也不会因为这个病人还活着 会去帮他多抽血 所以是要补充你才会知道这一段 这是从这里面来的吗 那我们看一下跟PROB的关系 研究者是不是 他说要提供收视者的data report 然后再把这个data给他那个中心 再决定这个 我看一下这个要这样子 首先我们还是把它换成就是这篇文章的 因为会有点搞好 而且这一段可能要看前后 我们不要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 Cuberty肺有点是治疗效果 就评估outcome的人 他会经过转接到一个评估 他不是直接有那个实验者去评估 哦就是pass就对了 所以他也算是盲心去评估 评估也不会知道 他是不是看到结果 哦所以如果是这个design 就是不会看到 你用这样子也可以啦 因为他如果里面没有写 对因为我没有找啊 他说了 OK好好那就留着没关系 那第二题是 你是从那边找来的吗 对不对好 好 好我们到section b哦 我们加快一点速度 第五题我们请那个郁庄 是撞吗 郁庄来试试看 他那些电影还有结果的 有没有在一开始的 就是从一开始的 sample里面选出来 那我觉得这句话有点难懂 但看hink的话就是说 在中途有没有一些 就是离开的一些sample 然后或是他有没有提到 他们退出的原因 然后第二个是说 这些结果 可能有时候不能适用在 所有的病患 就是同样的方法 但是对于不同的病患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重点是测试这个字 测量测量 就是这个 这个结果这个outcome 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测量到 所以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病人 会不会死 出院有没有死亡 会不会漏掉 应该是不会啦 出院的状况我们都会记录 病人是活着出院时的出院 不过 台湾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病人会流一口气回家 这几年可能比较少了 以前传统就是要在家里断气 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叫做病危自动出院 critical AAD 那就是说管子都插着 那心跳已经快停 或者甚至都停了 但是就是有一口气 比如说那个苏醒球 就一直帮他压压压压压 然后带回家 在家里才说没气的 可是因为我们会特别注记 那个病危自动出院这个事 所以也还好 不会影响我们在好康的评估 所以应该是不会 好那这边的 还是有说到说 呃 他总共调了 就是 不会患者 然后进行这个测试 然后都有包含在里面 但是文章都没有讲到说 呃 呃 神头是中途退出症 真的 所以 呃 他是没有讲到 但可能就是因为他真的没有退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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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情况下 其他最后是怎么去评估的 而且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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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s 但是人死為大 所以你前面沒有處理好 你後面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還是會被告 所以你前面還是說我還是要注意前面的 所以這個你可以說 因為他沒有說清楚 但是也有點大家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類似的文章在 我們內國外大概都是這樣子 反正就是死 那死這個事情很嚴重 就不會漏掉 比如說你可能問他的一些什麼 我們生活品質量表那個 outcome 就會沒覺得亂七八糟 所以我們這種 outcome 有分 hard outcome 跟 soft outcome 比較軟跟硬的 那比較硬的就是說一翻兩瞪眼 還不會有測量錯誤的地方 測量騙物就是 measurement bias 就是你可能測 你的生活品質 每個人對這句話的理解不一樣 所以你要問圈去問到的時候 就不能夠真的代表品質 那些品質怎麼定義 所以這一連串去 measure outcome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專門在做這個事情 不管是在實驗室可以測的 還是說要靠問圈去問的 都是一種學問 好 第六題換齊修 就是在講這個方式 就是他的那些取得的規則 都有被清楚的解釋嗎 他給人聽的是說 第一個是 就是 所有重要的變因都有被包含 然後 同時都有被 就是他的規則 他的規則都有被解釋 然後第二個是說 他的那個方法是足夠清楚 然後第三個是說 然後第三個是說 他的可信度可靠度 有被放進去的嗎 就是他有被包含在裡面 那我要來換一下 問一下那個負責第六題的組員嗎 你們是兩個人一組嗎 有沒有要補充一下 說明一下 那個剛剛好像有點卡卡的 你說第三題嗎 沒有就這幾題有沒有 他剛剛講的你就要補充 因為你可以你現在開始就做 我現在開始請你做的事情是 你模擬下禮拜會遇到的狀況 下禮拜同學可能也是 第一次看到這個題目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 要嘛就是沒有在看 或者是沒看懂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 稍微brainstorm想一下說 下禮拜怎麼帶那個小組 會比較有效率跟 有效果 你要怎樣去跟他們講 因為那個hint 你光是要解釋 就解釋半天對不對 他們可能就不是很懂 然後試試看 然後他使用的方法 到底是哪樣的方法 然後還有他有沒有去考慮到這個 這個 如果的 就是 沒關係我再補充一下 所以前面幾個都還蠻順的 沒問題 就是重要的變數呢 是不是 是不是都被包含進去 因為你在做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就說 我要把這個 rule 或者model做出來 我要前面有input 有output 我們剛剛講的幾個output 就算outcome是output 那input是不是都 重量都進去了 那後面這半句話 倒是剛剛都沒有人解釋 叫positivity criteria 什麼樣叫陽性 當時有我們花一點時間 在講那個快篩陽 或者是PCR陽 陽性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多少才算陽性 有沒有辦法需要去做決定 那你就要回去找這篇文章裡面 有沒有什麼變因是需要 決定有或沒有的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講說 哪些變因的人口學 有共病症 有lab data 對不對 lab data如果是連續變相 就沒有那個positivity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有 但是一直是連續 我們那個CT值一樣 你要到某個CT值 還說他是 新冠病毒陽性 對不對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說症狀 那你那個症狀 就比較好玩了 比如說這個病人跟你說發燒 你相不相信他有發燒 你們現在這個階段可能還不會 慢慢你們到幾年級 比如說四年級啊 臨床診斷 臨診去醫院看 但看的時候每個科給你的方式不一樣 雖然他叫臨診 很多人就去醫院晃一下 但是你那個臨診 我要講的診斷 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你今天要說發燒這件事情就很多 我們是不是這幾個禮拜有講過提問嗎 提問幾度才算發燒嗎 對不對 幾度才算高燒 小朋友媽媽帶來說我小朋友高燒不退 我都幾度 三十八度三 不退是這樣 治療只有三七九 不太滿意 所以這個positiv criteria 一直講的是這樣 你要怎麼樣才會說 歐有發燒 或者是病人說 也是一樣 媽媽可能講小朋友吐 那你就想說吐 是這樣吐還是拉肚子 結果他說 沒有他咳嗽咳嗽後來吐 那其他是咳嗽 那吐只是一個結果 那你一直覺得他是吐 結果沒有去問咳嗽 結果他搞不好是確診都沒問到 就是會這樣 所以這個也跟你們以後會有點幫忙 好那再來是他是統計方法 因為這個quadus還是舊的 有新的quadus是quadus for AI 那現在還沒有出來 但是以前舊的就是說 他只用統計方法來取得 這個模型或這個模式 所以這個第二題是這樣 那第三題的 其實我剛剛已經回答第三題 就是說他去這個 入我的reliability被考慮 就是說我的統計方法 是不是有去考慮說 他是不是可信可靠 那可信可靠其實 因為他是hint 但是我會覺得 連那個前面的variable都很重要 他有沒有去評估這個病人說發燒 是不是可信的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在做類似研究 我們會說病人主觀說發燒 還有我們客觀量到發燒 客觀量到發燒真的可信嗎 不見得 他搞不好吃了藥也沒燒 對不對 那你那個時候溫度還可以參考嗎 你知道但更精準 你問他說你有沒有吃藥 多久先吃藥 所以光是這個症狀都可以花很多時間去把它做很精確的測量 OK 好 所以我們看後面給的答案 後面給的答案 他在信貼外 他就有很多 我們便利 然後 是 有被列出來的 然後 他這些便利跟AUR東西都是有 比較相關的 所以我這邊先打斷一下 所以上次應該有講說 這個positivity criteria 當然你可能去查網路會查到AUROC 但是他這邊講的是你看喔 這邊的這個 一樣是英文 and the positivity 好吧 也許他不是同一句 但是理論上如果不是同一句的話 應該要加個逗號 好啦 不是要講文法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他這個是放在一起 所以他應該是要講的是這個variable 是positive有沒有被解釋 比較不是說這個rule是positive 或是預測有沒有positive 對outcome是不是有預測到 那個就是用AUROC可以 好 就是說我說了他是還不是 因為當我們這個模型出去可能給個機率 對不對 他的AI給你一個機率 比如說51%那你就是positive 那你可以用AUROC去修 我可能不用51%來決定positive 就像我那個CT值一樣 對我可以用37 可以用35 可以用40 那我就要來評估哪一個是比較好 所以這個可能同學 負責這一題同學還是把這個先移掉 因為他不是 對不是在講這件事情 好來第二個呢 沒關係 那我就先打斷你 因為他這個hint是根據剛剛講這個 所以是因為我們上次可能也許漏掉這個 就是他事實上不是在問統計方法 因為他是說這個統計方法來建構 他驗證這個弱 所以有兩段 AUROC算是一個驗證 所以你AUROC其實是講在這裡 那建構的時候是什麼呢 建構其實是前面的 剛剛有一個這個表 這個是他的模型 建構的模型 他有隨機森林 有自食相當劑 有神經網路 有深度的神經網路 有這個邏輯式回歸 這幾個呢 才是這個所謂的方法 你就忽略那個統計 這個這一題的同學 你把那個統計方法忽略掉 那明天解釋 下禮拜解釋之後 有一個同學講說這個是舊的 還沒有到AI 新的還沒有出來 所以要告訴他們說 我們是用這個AI的方法做的 所以可能要貼一點點 就是剛剛那些Rain of Forest的方法在上面 好 第三個 這個 reliability 所以這邊是有用不同的 feature來講的話 好像不是在講他這個模型的reliability 好 他是來說驗證模型的方法 有沒有被清除的敘述 那 我忘記七八九是結果吧 對不對 calculate 8 estimate 9 reliable 9是結果 所以前面都還是方法 不用急著講結果 所以這邊 所以這邊 時間關係 我後面就先幫你們補充好了 就不問大家 所以這邊要把那個 他怎麼去 驗證的方法拿出來講就好 不用講結果 好 可是呢 這個現在目前不是驗證的方法 因為他是不同的feature 那驗證方法是說 AUROC 然後 這邊是還有別的字 我記得這篇是沒有敏感度 特異度嘛 對不對 那我就是說他驗證方法是用AUROC 是可以接受 所以他其實這一題是 還是可以說yes 可是這個這邊要把它改成 第一個是方法改掉 然後再驗證方法要改成 把AUROC放上去 好 好時間關係我們就先幫大家再往下 所以第七題我就不問大家 那這個能不能被計算 那上禮拜是說 那上禮拜是說 這篇 他的hint 他有這個AUROC 有calibration curve 可是好像沒有給敏感度特異度 對不對 所以他是 這邊是說yes 所以是 只要有給應該是ok 所以這邊是有給AUROC是ok的 在第八題是這個effect 有沒有很precise 那當然他說的treatment effect 因為我們這個是預測沒有治療 所以這有點不適用 但是他說 did they try to refine audible precision be improved 就是這一題倒是有 好 所以上次應該是有講把它 從三十二十五到五 這個就有講到說 所以這邊應該 這個應該是不用改 所以樣本數 樣本數決定了 其實是跟著這個precision走 所以我覺得他的題目可以再寫得更好 但是他這邊的意思是在講precision 有沒有夠精準 精準 是不是精準 所以精準的話 事實上是要看著 這個AUROC 發放到 這個區間 我們上次可能有稍微講 就是他的區間會不會很寬 像這個就很寬 就不是很precise 那大原則是他只要樣本數夠多 他就會很precise 但這邊是 這也是 這也是另外一個 跟他後面那個feature相關的 那他是取的feature越來越少 而不是樣本數越來越少 不過也是一樣 這個feature越來越少 就更不穩定 好不錯不錯 好然後 refine是在更精煉他 所以 可能像這個 選feature就是一種經驗的方式 所以從多少feature選上來 然後 這個validation應該是要放在 剛才前面這一題 有一題要講說validate 所以第六題的同學要記得 把這個抓過去用 然後這邊的應該要把它拿掉 然後p值應該是 不用放 因為如果我們說有比不同的模型 我記得好像有是不是 忘記了 如果有比不同模型的話 p值留下來 有嗎 有嗎 那就把它留下來 他有用p去比說這兩個 有沒有overlaping 好所以這個這邊應該到這裡可以 對 第九題 我們剛剛講第十題對不對 那我們只剩第九題 好那第九題呢 就是來講結果 是不是可信 結果能不能被解讀 所以 那他在這邊hint是只有一個嗎 是你的族群 你的setting是不是跟這個study不太一樣 所以 所以第九題其實可能要 因為題目跟hint 我現在看才發現他沒有很連動 那他題目是說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方法 的結果 所以應該是這個方法要在這邊 把這個結果拿去那邊講 那結果能不能被解讀 如果用在你的病人 能不能去解讀這個結果 所以你要把那個 比如說五個feature可以解讀 對不對 你把那五個列出來 就說可以 因為他有五個的時候還ok 五個結果是在這邊嗎 所以 但是就只剩下0.80 所以五個結果的還沒有那麼好 那25個還有這麼好 可是25個就很難解讀 所以就是他的限制集限在這裡 那所以這一題可能要再補充這樣 第九題的同學跟他補充一下 好 所以時間關係我們很快 就是說下禮拜要做的事情 下禮拜我還是會先講一點 介紹一下 我在做的研究什麼東西 讓同學知道一下 然後呢就會分組 分組完之後 你們你們 我們討論一下 你們覺得這個要 多久的時間讓同學討論才會上手 因為你們會分下去帶 而且是一個人帶 我們是一個人帶一組 然後他們還要看完 他們還要看完題目 然後去看文章 找文章 所以你可能要給他們一點時間 你可能先解釋一下題目 我們會我會先拿另外一個研究來講 可是大家一定都沒有注意到在講什麼 到時候一定要重新 老師剛剛講什麼 但是我講義會讓他們可以掃描 所以會有一些解釋他們可以看 所以誰幫我 曉老師還是組長 幫我到班群跟他的同學說要帶電腦 現在有人上課不帶電腦嗎 也可以啊 都可以就是要帶平板或電腦 只有手機可能不行 會嗎 現在應該沒有人上課不帶平板或電腦 應該都沒有 應該都沒有 所以應該也不用提醒 好 所以就要給他們的時間看 然後你們還要帶他們討論 注意喔 請大家不要直接跟他們講答案 我們最開始的分組的時候是 我看那個組別的那個筆記本 我現在是發現我拉不過去